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聊望 我是郭重伦 最近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到了美国访问 这个事情是对于美台关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淡江大学的 这个接任副教授黄玉均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玉均你好 主持人 各位关键朋友大家好 我想先请你谈一下就是说 赖清德现在当然没有官方的身份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刚刚选上副总统 这个时候他去美国 他的特别的意义在哪里你觉得 我觉得赖清德这是因为第一个 他是虽然他还没有就任 但是他的就是执政党 他等于是他的总统连任 所以虽然他还没有就任 但这个意义上确实是 我觉得有所突破 那只是就是说 这个突破能不能在反映在实质的外交的 这个交流上还是就是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表象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宣示作用 他宣示作用让赖清德去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也是等于是高规格的在接待他 虽然他还没有就任 但基本上就是如同好像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到了华府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 那只是说他这次去 除了这些层级的会面之外 有没有谈到哪一些突破 过去台美之间框架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反过来问的话 就是民进党有没有在一些 美国人关键的议题上 跟美国人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或是答应了美国他们要从事哪一些在台湾的推行政治的法案 那一般来说大家比较 有时候能详的就是美族议题 或者是其他印太战略下的部署 这都是有可能 那现在我们比较看到的还是这种公关式的 这种会面式的 说他可能跟这个官安全顾问碰面 或是跟美国的这些政要同场 那我觉得这个是宣誓意义现在是比较重 大于实质意义 我想特别问一下 就是当然这一次他去是由早餐祈祷会 邀请他 这是一个民间的组织 那令人注意的 当然是因为川普也会出席那个典礼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两个人虽然是就像你说的同场 但是并没有一个私下一对一的会晤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那这样子的形式来说 你觉得一个是要看有没有谈实际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单单形式来讲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见到 而且我比较好奇的是 大家一直讲所谓台湾旅行法 台湾旅行法自从国会通过以后 它会突破了有六位不能够到华府去的禁忌 那烂兴德这样子算不算突破了 或者是旅行了这个台湾旅行法 过去来说这个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 然后这个国防部长外交部长 大概他们一般没有办法踏入华府 那我认为第一个在赖清德这一次去 我觉得不会是最后一位 禁忌内的官员可能可以踏入华府 就是他会不断的升级 就他现在算是准副总统 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端 就是事情有时候我们做的时候 他要慢慢的逐渐加温 他不会是一步到位的 一步到位可能事情反弹力比较大 所以逐步加温的情况下 赖清德现在以准副总统的身份去 我觉得未来台湾这边的一些 政府高层到了华府 做了很好的铺路 那也让美方能够有更多的 这个空间跟时间 第一个当然去慢慢理解 中国大陆里面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也让他自己的一些原来的政府官员 去慢慢的能够去适应台湾旅行法 带来这样子的新的外交空间 我觉得大家都在摸索 不止台湾这边 我觉得美国也在摸索 所以赖清德去 有很好的这个宣示的作用 那我觉得对未来可能就可以达到 双方实质上外交的一个提升的空间 当然这里面我们必须也要提醒 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可能 现在看起来都错过了 譬如说在蔡英文跟赖清德 刚刚当选的时候 川普本人并没有对于这样子 做任何的表示 这个跟我们看到在2016年 川普当选蔡英文有打工和电话给他 类似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我们也看到就是 在川普国情之文的时候 他有邀请一些贵宾在那边 包括美国承认的委内瑞拉的 临时总统黄桂豆 赖清德那时候人也在华府 但是并没有被邀 这些都没有发生 那现在是在早餐祈祷会 所以看样子来说 美国也把这个事情 把它视为一个 是一个纯民间的 而且赖清德又是 没有官方身份的 这样子也不致让大陆会跳脚 是不是有这样考虑 我觉得这个就是赖清德的访问华府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官方的接待 如果现在他见的是国安安全顾问 O'Brien 那事实上我们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长 李大为先生 过去也跟O'Brien碰过面 对波顿 对不起波顿就是前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 所以就是在层级上 就官方的接待上 这个或许是延续了过去美方对他的接待 那他所谓看到这些美国的政要 就是一个早餐会 美国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宗教团体 他们办这样的早餐会 去会面的行事 所以他在官方接待上并没有打破成绩 但是美方必须要去同意 他旅行到 将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人物 旅行到华盛顿去 所以这就是以某种程度上 要打破过去的这个成绩 是一种突破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大陆 他在武汉肺炎的这样的时期 跟美中这个在过去 两到三年中的高度的对决下 他现在在美国抗议的力道 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他们当然也表达了抗议 从崔天凯到他们的发言人 但我觉得美方对于他们这样的抗议 是完全不予理会 甚至他们这样的抗议 可能还会让台湾 变成台湾这边的利器 变成我们的leverage 去给美方谈未来的 更进一步的这个 可能是造访层级的外交 你刚刚说这个外交这样子做 都是逐步逐步慢慢的升级 甚至希望能够打到突破 在赖兴德去美国消息一出来以后 也有媒体写到 接下来很可能就是 蔡英文总统五月的时候 也许经过洛杉矶会见美国的政要 这个可能性现在看起来大不大 尤其是也许不是总统副总统 也许像这一次赖兴德见到了 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或者是 如果到那时候还没有换的话 是O'Brien会到洛杉矶去跟 蔡英文总统见面 这个可能性 你觉得现在看起来大不大 这是几个层次 一个层次就是 过去我们在一个框架内 总统可能没有办法见到 国安安全顾问 但是因为 国安会秘书长 跟这一次的副总统准当选人 都见到了 所以这个外交的突破 事实上是我觉得是很有限的 只是这样子的象征意义 就是循序眷禁的 会不会这一次是见Volton 下一次 这一次见这个O'Brien 是不是下一次就可以再升高层级 我觉得这一次蔡总统去 他一定会受到美方 非常高规格的借贷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他如果能够在纽约 见到高级的官员 对于台美关系也是好 但是我们现在是比较好奇的是 蔡总统是不是能够突破 真正的台美的框架 走到华盛顿去 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说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 赖清德到目前为止 谈话都非常的小心 也完全没有突破过去蔡英文总统 比较这个moderate的 这样子的一个框架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讯息 就是美方现在对于台湾的 这个外交上 他会给你很多这个 看起来比较这个有面子的 但是理直的东西的台美之间 现在或许还没有 我觉得重大的突破 我最后想问的就是 从国民党的立场 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访问 是认为说 这个乐观其成 因为将来如果国民党执政的话 是不断的累积的 也可以有同等的成绩来做 还是说会认为 反正你美国就是支持蔡英文政府 那你这样子做 我们也不需要在旁边 在那里鼓掌 用什么样子的心态 或者用什么样子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我从来不认为 美方他会去 这个favor民进党 或者是民进党的政府 我认为美台现在的外交的升级 是反映出美中台 或者是国际情势下的产物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过去 常在不同的这个公开的管道 提过 我认为如果过去四年 是国民党执政的话 我预判美台关系 绝对不会比蔡英文政府 要来的差 那用这个同样的逻辑 第一个 赖清德他到了 这次美国去参访 他是以一个准副总统 候选人的身份 他代表的是国家 他淡化了他民进党的角色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基础上 为了国家的利益 我们当然是觉得赖清德这次去 我们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鼓励 我们也希望未来 这个赖清德去了之后 美台关系能够不断的升级 这都是国民党所热见的 国民党 其实是一个非常亲美的政党 那我们在马英九执政了八年 在台美之间也有不断的 外交的升级跟突破 那蔡英文政府在这样子的 一个好的基础底下 在不断的往上建筑 这就是台湾现在民主化 然后正常化之后 两党政治 良性竞争下 我觉得都是 这并不是 就是做外交并不是零和游戏 做外交大家都是代表这个国家 那我觉得互相的帮忙 然后互相的建立在对方的 这个功劳之上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国民党对于赖清德这次去 是非常热观启程的 我最后想问一个 就是你前面刚开始就有提到 这次去 你好奇不知道 有没有一些实质的事情会谈到 当然安全是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 政策上面 大家也在好奇 就是关于美国希望能够 对于台湾的贸易上面 能够有更多的要求 最直接来讲 如果台湾希望能够 跟美国开始谈FTA 或者是重启TIFTA的话 那就必须要满足美国 对于美猪美牛的进口的要求 这个方面你觉得有可能 民进党政府会在今年或者很快的时间 希望能够让美国能够对这事情 能够满意 然后进而双方能够开始贸易谈判 能够开始吗 我认为这个第一个 在过去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时代 或者是民进党后来在这个议题的立场上 两个政党都充满了政治的计算 所以这个问题回归到事情的本质 我们怎么样用科学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美猪美牛 在适当的法令 这个对于国人的健康安全 及保障这个猪农的权利的情况下 他势必是对于美台关系 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换句话说 我认为不管是哪一个政府 都应该去正式的推动 跟美国进口猪肉或是牛肉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一旦这样子的这个可以说政治上的障碍移除了之后 那美方现在第一个是希望台湾增加 他的一些投资在美国本土 不管是一些这个高科技或者是一些制造业 那相反的 这个我们政府一直在鼓吹说很多的美商来台湾投资 那怎么样创造台湾更好的这个就业环境 或者是提高我们的产业 现在有不管是绿能啊 或者是国防的科技啊 或者是一些医疗的产业啊 我觉得这样子才有互利互惠的情况 那我们一些啊 这个猪农或许牺牲掉的利益啊 我觉得才是值得的 对于国家来说才有正向的发展 那我这边呼吁不管是这个国民党或民党朝野双方 一定要坐下来好好的达到共识 而不是把它当成另外一个政治角力的战场 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会是非常伤害的 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跟黄英军来谈 在目前冠状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现在是怎么样 而且还有台湾跟中国大陆 现在目前的两岸关系会是怎么样发展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谈 欢迎订阅 中国大陆 美国大陆 美国大陆 感谢观看